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眉毛浓的男人和眉毛淡的女人有着怎样的性格和命运 眉毛浓的男人一般都会比眉毛淡的男人有气感 红眉毛的男人呢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比较阳刚的感觉 面相学认为眉毛是看男人真性情的重要标志 在面相学上眉毛浓的男人的面相是如何的呢 一起来看 眉毛浓且长的男人 眉毛长就是长过眼睛之外 眉毛浓长的男人有情有义 加上眉毛的头跟尾巴一致就表示有始有终 眉毛长代表男人的情感是长久的 假如加上男人的硬堂开阔的话 那么这个男人必定是重情重义之人 古今中外重情重义的男人十有八九都是拥有这种眉相 他们重感情拥有自己喜欢的异性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将自己的优点展露给对方 眉毛相当长同时长过外眼角的人有富贵之密 年轻人便长出了一两根白眉毛这是恶兆 但如果长的眉毛又黑又长则是好运兆 眉毛的位置较高的话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宽宏大量 眉毛浓而短的男人 短浓眉指眉毛没有超过眼睛且眉浓成三角 具有此眉的人意志刚强且能力很强 这样的人往往不为全室做事情 具有此眉的人呢很可能会有将才武之等官运 古时的武将多此眉相 眉毛浓且粗的男人 眉毛粗的人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 洋溢着智慧和理性 眉毛粗浓的人恋爱专一 一旦认准了一个人就会一心一意经营好这段感情 眉毛粗的人还是个多面熟 不会盲目跟随潮流 对一些传统文化也抱有兴趣 是一位不留于潮流的有自己风格的人 眉毛粗的人往往比较急躁 脾气不好但是没有心机之来之去 对另一半有很强的占有欲 常常吃醋发脾气 所以另一半呢最好忍耐力强 不然难免吵闹 传统医学内经上说 美眉者是太阳之脉 血气多 恶眉者血气少 也就是说眉毛浓密 粗长 润泽反映了精血气 旺盛 身强力壮代表着长寿 浓眉有阳的男人 一般来说 眉毛上面的脚很清楚 叫阳 眉毛的尾巴没有分散 聚在一起 而又很浓 叫做聚 给人感觉很慢 很有气感 非常有异性缘 女生会对这种男人摆意摆顺 浓眉有阳的男人会给女性一种安全感 眉毛浓黑的男人表示感情很丰富 精力充沛 养起来表示志气很高 做事情努力 有拼劲 有这种眉心的男人会为家打拼创业 眉毛浓而急 拥有浓急眉毛的男人 一般情感丰富 为人有激情 本身为人就很不错 又十分懂得珍惜身边的人 尤其是爱人 甚至甘愿为人上刀山下火海 是典型的痴情种 嫁给他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浓眉大眼的男人 浓眉大眼的男人大多非常讲义气 颇有长辈缘 也招姑娘们疼爱 无论做什么 都比眉眼像不好的人要顺利 这种面相的人性格直白 重感情重友谊 是女性们择偶的第一选择 在人际交往中 性格刚强 不能够给人以温和的感受的 往往会遇到一些障碍 这样会影响到你的情缘 乃至与同辈人的关系 眉毛宽浓 耳朵嘴巴 鼻子 眼睛都比较大的男人 若妻子不是娇娇妻者 可能会处不来 浓眉双眼皮的男人 男人浓眉毛代表个性中 有刚强的一面 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往往因为过分的直接 而导致你们情缘的破坏 浓眉双眼皮的男人 离婚率颇高 他们适合强势的女人 霸气外露的女人 颧骨高耸的女人 尖酸刻薄的女人 否则早婚离婚的可能性 比较大 但是浓眉双眼皮 高鼻子的男人 偏财运非常旺 浓眉单眼皮的男人 单眼皮的男人 个性一般都比较懦弱 而眉毛浓是勇敢冲动的表现 如果单眼皮配上浓浓的眉毛 这种懦弱的表现就会被中和 也就是说 浓眉单眼皮的男人 个性中规中矩 不会太冲动 也不会太胆小 是个值得深交的人 浓眉的人 无论他处于哪种阶层 他都能十分一直活跃 但如果眉型过浓的话 这种人便有狡猾的趋向 往往是自我中心的主义者 眉毛浓是男人的命中劳碌 无论古今 浓眉的人 多数要挑起家中的担子 是家中的顶梁柱 眉毛浓 头发也浓的男人 敢爱敢恨 是十足的铁血男孩 说完了眉毛浓的男人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眉毛淡的女人 无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女人 眉毛淡都不是一种好的标志 那么眉毛淡的女人 都有什么特点呢 该如何转运呢 眉毛有生长周期 所以自然脱落是正常现象 但是有些人 天生眉毛黄而稀少 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 在传统面相学里 黄眉毛 交加眉 杂乱眉 散菜眉等等 这样的眉毛都是不吉祥的 皇帝内经有云 美眉者足太阳之脉血其多 恶眉者血气少也 由此可见 眉毛长粗 浓密润则 反映了足太阳精血气旺盛 眉毛稀短 细淡 脱落则是足太阳精血气不足的象征 眉毛浓密 说明其肾气充沛 身强力壮 而眉毛稀淡恶少 则说明其肾气亏虚 体弱多病 肾气足 则性欲自然就强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眉毛淡 且比较短的性格 眉毛淡薄的女人性格比较温和 如果再生气的事情 也很少有冲动之举 眉毛短的女人 一般都是依赖性非常强的 喜欢让男人捧在手心里 才有安全感 属于是小鸟依人的类型 没有自己的主见 没有心机型的可爱女生 但是眉毛长的女人 就是比较任性 有个性的类型 一般是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 眉毛稀少的人比较敏感 眉毛稀少女人 做事情都比较敏感 愿意加上自我的因素 总是相信第六感 整天把自己的神经绷得紧紧的 警惕性非常高 没有太过知心的朋友 性格孤僻 眉毛稀少 再加上眼睛无神的女人 情绪变化得非常快 一般男人都适应不了 神经质接近病态的感觉 而且做什么事都坚持不到最后 总是半途而废 眉毛淡黄色的女人 冷漠无情 眉毛重的人重情 眉毛淡的人薄情 这是古人几千年的经验之谈 眉毛代表情员功 如果眉毛淡的女人 在对待感情上不是很热情 那种让你感觉出非常热情的 也不是出自真心 在夫妻感情上 也是比较冷的类型 和家里人疏远的时间久了 也不会有想念的感觉 她们的感情世界是暗淡无光的 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离开 而影响到她们的生活 这是眉毛重的人 无法理解和体会的 这样眉毛的女人 在婚姻感情上 基本是没有什么好的归宿 眉毛淡的女人如何转运 第一 眉头画眉毛 这样命运会有所改观 第二 身上或者车上 长时间佩戴绿色小饰品 第三 在城市的东边或北边工作可转运 第四 多结交朋友 善知识可以帮助转运 第五 家里摆放柱状型物品 或者龙鞋 也是属于面向的一种 只分好质和坏质 因此长质的位置非常重要 不同位置的质 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对于男人来说 好像不太关注质的位置 但是好的质想 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 许多积极的影响 那么男人的质 长在哪里是好的呢 赶紧来看看吧 第一 额头有质 在面向学中 有额头这个位置的部位 是很有意义的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祖业 以及他在早期时的运势 尤其是对于男子来说 所以如果额头长质的话 代表着这个人出生的时候 运气就相当的满 所以一开始 他就已经拥有了很好的起点 并且这样的人 一般运气都非常倾向于他 所以做事情的时候 往往也有很高的成功几率 对于有这种特征的男人而言 福气经常伴随 所以这种质也是很好的一种特质 第二 鼻头有质 鼻头在面向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博功 指的是他们的财运 以及还代表着个人的理财能力 如果鼻头能够长质的话 首先一点就表示这个人的财运很不错 做什么都比较容易招来财气 并且这样的人一般也非常擅长打理自己的财富 能够守住财气 有这种质的男人一般都比较富贵 能够持续到自己年老的时候都有很好的财气 第三 下巴长治 下巴长治主财富 一个男人下巴的周围长治代表着财富相伴一生 而且不动产居多 很适合做房产 投资 还代表着即使相貌平平 但是也有一大笔丰厚的遗产 另外 下巴长治的男人很有学识 懂得生活 注重生活质量 第四 全国长治 全国长治的男人对事业很有帮助 代表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地位 事业有一番成就 这类志向的男人很有上进心 积极进取 在事业上有很多的成功的机会 做领导的居多 加上这类男人的长相出众 在人群中也受到很多人的尊重 第五 胸部有志 这个部位有着志的男人 一般都是有着很远大的目标的 然后他们的行动力加上智慧都非常好 所以能够实现目标 然后拥有富贵的生活 其实只是基础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目标还会不断的开阔 所以这些部位有志的话 不要轻易破坏他们哦 我们都希望有富贵的生活 而富贵的生活都离不开我们自身的努力 当然 运势也会对我们有比较大的影响 而对于志向而言 不同部位的志有着不同的寓意 长在合适的位置 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运势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男人十大福气志长在什么位置 好运志 位置位于头顶的志 寓意 这个志向的男人很少 而且这个位置的志很难被人发现 拥有这个志向的男人 一生都会有别人羡慕的好运气 因为这种志向的男人天生有逢凶化吉 转危为安的好命 事业志 位置位于太阳学的志 寓意在志向学中 太阳学属于迁移工 是可以预测一个人的远行 旅游 升迁 及移民等讯息 一般太阳学位置长志的男人 如果志的颜色红为吉祥 若为青黑色 为人比较自信 凡事都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成功 但是不亦与人合伙 否则会应利失忆 若为红色则独立自主 事业成就机会非常大 祖业志 位置位于额头的志 寓意在志向学中 额头上一排有左志右为 田宅志 富贵志 吉祥志 吉祥志 田宅志 官路志 富贵志 而男人的额头是祖业的象征 如果额头靠近发际的地方 有一颗黑志 则是预意是男人家大业大 福禄一生的好志 官运志 位置位于两眉之间 预意在志向学中 眉毛和眉毛之间的位置 称为事业工 象征一个人事业的发展 及职位的升迁 男人两眉之间有志 象征着有官运横通的极致 但是如果这个位置的志 是灰色的 则容易招小人 贵人志 位置位于幼犬骨的志 寓意是如果一个男人 幼犬骨上长有志 则代表他未来在事业上 一定会有一番大成就 而且这个志向的男人 外貌出众 言行举止 都很受大家的欢迎 因此 这个志向的男性朋友 贵人运也非常好 金银志 位置位于右眼角的志 寓意 位于右眼角的志 叫金银志 这个位置有志的男人 头脑聪明 处事圆滑 是非常有志气 有想法的人 拥有这个志向的男人 往往懂得生活的艰辛 能够靠自身的努力 发家致富 旺财志 位置位于鼻头的志 寓意 面相学中 鼻子被称为财伯公 鼻头越风聋 收入越多 鼻翼越饱满 积蓄也越多 如果一个男人 有这样的面相 而且鼻头上 还长着一颗黑纸 则代表这个男人的财运 非常旺 不仅能够尽财 而且能够守财 在财生 财运方面 有很有自己的一套 福气志 位置位于上嘴唇的志 欲俗话说得好 嘴大吃四方 而嘴唇有志的人 一般都是不愁吃穿的命 如果一个男人 上嘴唇位置长志 则是一个福气志 家中祖业雄厚 一生风衣足食 老来 比志华屋田产等 不动产 财富志 位置位于下巴周围的志 寓意 在志向学中 男人下巴长志 主财富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男人的下巴周围有志 则代表会有财富 陪伴你的一生 可能年纪轻轻 就会继承一大笔 祖上遗产 而且这个志向的男人 很有经商头脑 特别适合从事 房地产投资的行业 潜力志 位置位于脖子附近的志 寓意 在志向学中 男人脖子上的志 一般是左贵右负 拥有这种志向的男人 为人处事非常机灵 能够利用自身身边好的资源 帮助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个志向的男人 也属于白手起家的类型 如果你有着以上几种志向 代表你能够富贵 看一个人的面相 来分析这个人是不是有福之人 每个人都想成为有福气的人 有福气不仅仅只是生活富足 更多的是生活顺利 一生少忧 幸福美满 女人八大福相 你占几样呢 除了面相 年龄生效 也可以看出你的福气 2020年 哪些年龄的女人最好运呢 赶快来看看吧 第一 田宅宫开阔的女人 贵夫之福 眉毛眼睛之间叫做田宅宫 如果田宅宫很开阔的话 再加上中间没有遏制和伤疤等等 这种面相的女人多数福气不错 能够得到一些长辈留的东西 还会跟经济条件不错的对象成婚 而且结婚后生活富足幸福 第二 下巴丰满的女人 恩爱之福 下巴长得丰满 这种人福气比较不错 晚年运势非常好 这种女人呢 不仅相处起来容易 而且很是善解人意 下巴丰满 并且有着双下巴人的相貌 就是帮夫孕的好相 在生活中会得到另一半的喜爱和赏爱 父亲恩爱和和美美 是有福气的好特征 第三 人中清晰长的女人 孝顺之福 女人有清晰深长的人中 是上上之相 其孩子容易心存孝道 聪明多福 未来成就且高 人中行美呢 也是长寿的表征 相学人中也有寿堂之语 聪明加上高寿 芙蓉子孝 这种面向人真是好命 第四 鼻子高挺的女人 掌权之福 鼻直而挺 山根风龙 鼻翼饱满的鼻象 这样的人比较有福气 在生活中掌管权势 这种面向人会凭借着自己自信与干练 事业上会有所斩获 得到另一半的宠物和呵护 家和万事心 幸福至极 第五 垂珠厚大的女人 妄家之福 有着大大的耳垂 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的类型 这种面向特征的女人啊 金钱运 朋友运 和健康都不错 这种人不光自己有福气 就是她的家人 也能够接收到她的福气 享受到衣食无虑的幸福生活 并且有一颗感恩善良的心 一生幸福 第六 眉毛纹路清晰亮泽的女人 健康之福 在眉毛部分 眉秀是指眉毛的纹路清晰亮泽 没有眉毛过粗 过黑 或眉心不齐的样子 具有眉秀的人啊 往往在财运方面 会有较大的起色 在健康方面 一生无忧 第七 眼睛大而且清澈的女人 无忧之福 眼睛大而且清澈 黑白分明 目秀神清 主要人秉性坚毅 实大体 不急躁无为 处事有条理 这样的人是天生的福相 生来不知何为愁苦 所以也非常的单纯 第八 眉秦清秀 蛮肠的女人 知己知福 眉秦不仅浓 而且带有匿毛 眉秦清秀 蛮肠者 必多才多艺 性情中和 善解人意 及心情开朗 两眉间知 应堂部分 不被两眉相亲 多能有 朋友信赖 必得知心朋友 和中心部署 所谓快乐无穷 只因眉身讹角 多愁长律 皆为 眉所应堂 一个人的福气 或多或少 都是可以在 面相上表现出来 总的来说 有福之人 观其面相 必定是快乐 自信的 散发光彩 让人一看便知 自信的女人 是最美的 也是最有可能 成为有福之人 试问 有谁抵挡得住 阳光自信 魅力四射的女人呢 正所谓 大富有命 小富有情 那么 除了前面介绍过的面相 进步 背部 腰部 有这三种特征的女人 最富贵 一生好运好命 如果符合 以下面相特征 但是还未开始 发财兴旺的 也不要过于着急 可以凭借双雄催财 吊坠这类吉祥物 来改善自身运势 增强个人运势 以及财气 促进事业的顺利发展 得以财源广进 大富大贵 凤井 丰满圆润的脖子 在相学中称为凤井 顾名思义啊 凤 一指凤凰 拥有这样特征的女人 能够嫁得贵夫 一生好运好命 必能够非富即贵 福气满满 贝部宽平圆厚 女人的贝部 应以宽平圆厚为家 若贝部干瘦无肉 代表着此人啊 一生的财运偏低 即使向理不错 也能够有所弥补 但一生之中 也会较有奔波劳碌 相反 若女人贝部有肉 则代表着此人有靠山 最富贵 贵人如云 一辈子不愁无人帮 这样特征的女人 婚姻运势顺畅 能够嫁得可以 终生依靠的丈夫 望己望夫又望子 腰部厚实圆润 女人的腰若为厚实风龙 圆润坚实 这种腰在相学上 象征着腰缠万贯 代表着其人一生 好运好命 钱财不愁 这样特征的人 非常适合做商人 踏足金融经济 或者是自主创业 祖上的福门助力相当不错 福禄双全 家财千万贯 晚年坐享轻福 富贵有余 以上就是女人富贵福相的内容 除了看面相 流年不同 不同年龄段和生肖的女人 富贵运也有变化哦 下面一起来看 2020年哪些年龄的女人 最容易发达 这人呢 有时候好运来了 是挡也挡不住的 就如下面这几个生肖女 2020年常有红韵照幅 只要踏实努力 发达起来 不是难事 1986年出生的人 属虎 1980年出生的人 生肖虎 今年逢时商流年 属虎的生肖女呢 今年赚钱的心思是很强的 而且能在家人朋友的帮助和提示下 发现一些新的商机 事业上会在不断扩大的人脉圈里 遇到博乐或者契合的合伙人 这将助你一臂之力 如果想要寻求更多发展机会的人 建议今年寻找合适的时机 去远方或者海外发展 你能有不一样的收获 另外 这一年出生的属虎女 与金展殖命 婚姻表现较好 嫁娶有力 要注意把握 1998年出生的人 乌炎虎 这一年出生的生肖女 在2020年比结相帮 容易有合作机会 及人缘 能够为事业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能得贵人帮扶 有望升职加薪 今年你们的个人处理 信息能力非常强 嗅觉灵敏 能从细小的消息中 把握机遇 因此2020年对于1998年出生的 属虎女来说是大力发展自我的好时机 一定要好好把握 借此催彩自己的事业运势哦 不过 不可只重视眼前的变化 而忽略了周围隐藏的问题 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和家人方面 要极为注意 2000年出生的人 庚陈龙 2000年出生的属龙女啊 在2020年与流年相合 又有印心相助 贵人运势 急望也意味着 极其能带给你发展的机遇 而急心入命 公益能压制流年凶心 带来的负面影响 使其凡事皆有贵人相助 能逢凶化急 今年的你 需要保持很强的上进心 对身边事物的发展 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不能够一味听信于人 若能够结合运势 发挥自己的潜力 将会大有收获 2001年出生的人 星四蛇 此年出生的属蛇女呢 为人有勇有谋 稚气过人 只要能够坚持踏实做事 是最容易发家的 2020年里的你 运气大开挂 工作上之前的合作 都有会进一步发展 工作效率提高 得到领导赏识 同时有机会得到新的职位 或者新业务 总之 无论是升职 跳槽 或者是求职 结果都比较理想 除了硬心的帮助之外 三台吉星 也能够帮你获得好人员 一路都有贵人相帮 让你的工作更加顺利 在竞争中 有更大的机会 获得成功 1992年出生的人 人生猴 生肖猴女命的人生猴 今年29岁 今年以太岁互为三合贵人 事业财运旺剧 不仅能够身心愉快 出现很多发展潜力的机会 而且只要自己及时把握 就会有好的发展 今年的你们适合拓展兴趣 做自己最喜欢的事 展现出自己最闪光的一面 如此一来 属猴女的魅力大增 爱情的机会 也会自然皆宠而至 而对于已经有伴的属猴女 今年可以让对方 认识到更加真实的你 让你们变得亲密无间 1983年出生的人 鬼害猪 此年出生的鬼害猪女 今年38岁 为人刚直 财运天生叫好 是可打可拼的新家的命局 2020年的你们 政财偏财都呈上涨趋势 工作尤为顺利 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 你的工薪也会有机会上涨 求职者也会得到 很不错的工作机会 要做足准备 好好把握 偏财运上 你会得到更多的投资的信息 可以小小的投资一笔 有机会获得收益 要注意的是 土要殖命 你们要注意分出真假和轻重 以免得不偿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市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 下期见